黄多多自从参加爸爸去哪儿节目后 穿衣打扮等日常行为频频登上热丧 引起巨大争议 黄多多的妈妈孙力转发了相关的报道 否认了自己为女儿买热搜的事情 直接发誓说如果自己买了热搜就遭报应 并且孙力还说网友爆料黄多多染头发的事情是一花结木 那个金色头发的姑娘根本不是黄多多 黄多多的父亲黄磊也出来为女儿发声 说自己习惯了沉默 一直对自己和女儿的事情没有回应 这次自己要说了 因为自己和团队从来没买过热搜 很自责 让女儿用痛苦教会自己勇敢 很遗憾 黄磊也好 孙力也好 黄多多也好 一家三位明星这些年上的热搜几乎都是负面的 黄磊好为人世 频繁上综艺 孙力的鬼畜舞蹈画面不堪入目 再加上黄多多染发和念测字 孙力和黄磊都认识到了错误 希望夫妻俩能够吸起教训 加入按摩 他感谢更损 中文字幕或者孙力说 中文字幕字幕录音mons